我们先来切一个包子 我感觉它应该更好玩一些 这让我想起挤兜兜的场景 挤出来白白的东西也是这种奶油状 刚才我整理东西的时候 发生了两个捏一勒 一个胡萝贝 一个包子 如果把这两个捏一勒做成卷卷球 会不会很解压呀 出干就干 这次还是拿出我压箱里的猪光浇带 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卷了 先抽一根丝 然后慢慢的转动包子 这包子太大了 还真是不太好卷 而且还软软的 没有瘦你点 包子里面 全部都是白色的T恤泡 那它爆章的效果简直就是一绝 想想就好期待呀 老子们 说一下你们平时都是怎么解压的 会不会也像老家姐一样 没事就卷上一个粘粘球 然后就把它切放 包子粘粘球已经卷好了 这个球球的形状有点点 但是捏起来超级有弹性 切下去的瞬间肯定也超解压 接下来我们再来卷这颗胡萝卜 它的手感捏起来是硬硬的 沙沙的 它的形状不是非常好卷 所以难度会很大 我要开始 宝珍们你们说最后卷出来的粘粘球 会不会也是胡萝卜的形状 哇 果真不是很好卷 这种感觉就像在包裹布兰仪一样 一圈一圈的把胡萝卜包起来 哇太难操作了 试试能不能这样竖着包几圈 诶 这样好像也可以 这样比横着卷要更快一些 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颗胡萝卜卷出来的粘粘球 应该会很丑吧 我们换个颜色的胶带 继续卷 层次多一些会更解压 这颗胡萝卜里面都是沙子 不知道切开会不会有爆胶的效果 香蕉牛肉球也已经卷好了 但这形状怎么跟个茄子似的 宝珍们现在来投票了 你们觉得香蕉跟包子 每个切出来会更解压 我们先来切一个包子 我感觉它应该更好玩一些 哇 哇 这让我想起挤嘟嘟的场景 挤出来白白的东西也是这种奶油状 我们再来切一个香蕉 男腰切断 男腰切断 切断了一瞬间 竟然冒出了一个小泡泡 果真我猜的没错 还是包子跟解压一些